今天是刚刚过了国庆的两个星期 我们想由一个环保的角度看看国庆 所以今天找来环保专家 上次和你说土地资源 今天用Carbon Care Asia 我们纯粹由一个碳竹印的角度去看看 阿黎广德和我说的这件事都多少年了 十年都有了 差不多了 碳竹印这件事都说了十年了 我们成立这个低碳亚洲都五年了 是的 还要用社企形式去运作 为什么说了十年呢 因为其实一直在说 上一回合的京都议定书 所以大家想降低碳排风 那时有一段日子是说 喂 碳贸易是大事 有得做的 有得做的 其实现在也有得做的 我们正在做的 我们也有包含Carbon Cage 去做这件事 他们也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我们讲容后我们先谈谈 先讲一下 刚才我说 大家常常在国庆想什么红色 是 我今天想想想绿色 OK 绿色国庆有没有想法呢 你知道他比右派的 是吧 Alex 他这些右派分子 看来都觉得环保没得搞的 直至我告诉他 有碳排放 是贸易 可以做贸易 可以做贸易 有生意 红绿也可以 他就叮了一声 环保不是和赤字有关 他明白了 我就说 如果你有赤的而惑 不如想起国庆 国庆怎样可以由环保入手呢 有几样东西 例如国庆的活动 是 除了怎样可以制作环保一点之外 我们请了一个例子 一队的同事计一计 几个大的国庆活动 好 究竟是用了多少 你讲一下我们筛选了些什么 谢谢你 我们选了四个 第一个就是 港岛欢恒 国庆加年华 什么 港岛欢恒 贺国庆加年华 即是在这里附近 就是在维园举行 就是在维园举行的 就使用了23吨 和房子有23吨 这个是来说 继续 是继续 就是维园的那边 是的 接着一个 关于游水 游尖旺 水运妙之 贺国庆 是 因为游水可能是 游尖旺的水在哪里 在九龙公园 是 水运 水运 水运妙之 即不是水运 是 18吨 游水也18吨 是的 好 第三个 你选了 四个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六十四周年的 官航区国庆金曲演唱会 唱歌 是 你这样读就不对 是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弄到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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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到这样子 人家歌唱金曲 用丹田 Alex 二十四吨 这个花了 第一个演唱会 二十四吨 是的 但是维园也是二十多吨 其实大家差不多 是 这个是九剪的 这个是三九四 大野 香港同胞 等等 未到大野 未到大野 这些小野 二十几吨很金的 还有大野 第二个 一个零 香港同胞 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六十四周年 大野 文艺晚会 总共花了四十五吨 哦 这个文艺晚会 是的 四十五吨 这个我想说 随时还要是一个保守估计 是的 因为你其实是基于你看到的东西 去作出一个评估而已 是的 它在预备的过程 其实 有没有浪费到很多紙窗 这里我们就没有算 你没有算这些 当日 你只是算事情发生而已 即是那一天 都已经这么多 预备的过程 其实如果你用一个 total supply chain的概念 是的 我想不止 你知道中国人最喜欢开会 都没算开会的时间 你先说一下 第一二十四 是 第二十八 第一二十三 第二十八 二十三十八 二十四 四十五 二十三十八 二十四十五 一加一加四十五 一加二十四十六十五 六十五加四十五 一百一十吨 一百一十吨 没错 一百一十吨有多少 其实 一百一十吨炭 一百一十吨炭 什么意思 我看见是什么 2009年的时候去哥本哈根 当时 当然大家说过 气候变化高峰会的谈判 哥本哈根政府 害怕代表不明白什么是炭 他很厉害 拿了一个大气球 写着一吨炭 汽球多大 汽球多大 比足球的楼门大 大约是四五倍 大约是五六个人高 五六个人高 那是直径 直径 一个大的 当然是三维气球 所以气球代表了一吨炭 如果说一千吨炭 即是一千个气球 一百也别说笑 一八十吨炭 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要用另一个角度考虑 就是一般人可以想想 种多少树 因为种树可以吸炭 是的 吸收二人化炭 在香港种一棵树 平均可以吸二十三公斤炭 如果说一吨炭 会说 你要吸一吨炭 大约要种四十多棵树 大约四十四棵树 一吨炭四十四棵树 是的 一百就是四千四百棵树 是的 四千四百棵树 一吨就是四十四 一百就是四千四百棵树 即是今次 搞一搞 四千多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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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在香港什么棵树 四十四百棵树 可以捉住四千多棵树 四千多棵树 四千多棵树 因为我们现在做半棵树 大概一年一吨 我当我们不知为何生意兴隆 要做了一天 就是两吨 一年两吨 国庆110吨 足够我们做五十五年 做到二零六二零六九年 都是随时 五十年不变 是的 做到二零六几年 如果我们 还有我觉得 一定不止二零六几年 因为你理论上 你的环保科技 越来越好 我相信你的车 将来 过了几年 可能要预传电 对 那也挺厉害 其实 你是不计预备的功夫 还要不计十八区 那些淋淋淋淋淋的 小型的国庆文艺活动 都有碳排放 不计所有拆掉的东西 要扔到堆田区 不计这些东西 只是最无形的影响 都110吨 四千五百棵树 一天 如果是这样 只是几个活动 如果你用这个概念 去研究一下 加持香港 加了多少碳排放 可能是重金的 所以政府究竟有没有想过 加碳香港 加了多少碳 是的 究竟我们有多少伤害 就是烧炭香港 即是它又加化全球暖化 大家都明白 这是最大的问题 还有那个形象都不好 因为中国一向都被人说 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 高度发展的时候 它的碳排放好像很严重 官业发展 然后你是国庆 还不是算中国 香港这个特区 搞了四个活动 已经搞了八吨 但我们可能没有了解 但据你了解 你是In the Norway人士 据你了解 这四个活动 有没有买到贪资呢 我从未听闻 政府的活动 会买这个 私人有很多人买的 但政府是从来不买的 应该公道也这么说 个人 个别政府官员 曾经有买的 买过的 例如之前的环境局长 有买的 即是现任的特首办主任 是的 按照他可以 起码特首办的活动 特首办的活动 他的影响应该不至于特首办 是特首办的活动 是特首办的活动 是特首要办的活动 那这些国庆算不算呢 当然算了 如果不是他 如果不是 因为这个政府 因为特区 特区 所以 所以 其实真的 反过来 特区 那天 都欠了地球 110噸 的 是的 是的 其实他是不是可以帮你买 当然可以帮我们买 当其他人买都没所谓 但最重要的是 其实 够不够货买的 够不够货买的 够不够 即是买了110噸买到的 是的 买了110噸 因为香港最大的问题 我们作为一个地区 没有一个减排的国际的责任 变成所有这些都是志愿 如果政府不牵头的话 很多人就不动 但事实上 政府不牵头等于 好像你们都在动 对吧 你们都新鲜事出 以你们的社企 不是事出来的 摸一下这里 你就觉得 真的要买 是的 摸一下心 是的 其实是的 我们大家做的活动 真的影响到全球变化 现在国际上 大家会期待 如果 无论像你们 作为一个这样的 社会企业家 或者政府更加 政府最淋谱 你知道香港政府 其实在几年前加入了C40 即有40个城市 是齐齐减排的 纽约市长彭博 现在是牵头 香港曾经很威力 几年前在香港 主办过一个C40的国际会议 人人都以为香港会带头做 谁知原来不是 你敢自己拿来做 短股你都应该要带头做 所以真的很离奇 我又想问 很多人说 我买要买Carbon Credit 买炭足值 买炭足值 不是买炭足值 是炭顺炭 炭顺炭 炭顺炭 但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我意思是 为什么有东西可以买去抵消 抵消 抵消在哪里抵消 如何交易化 你整个概念 比如说 刚才我们说的 维园的活动 国庆活动 排了23吨炭 那23吨炭 在香港排出来是二氧化炭 但你想像 因为二氧化炭是全球性的 你排出去大气 就是到处走 所有人都会有 所以如果你在地球的另一边 或者另一个角落 是能够减少那23吨 你就可以抵消了 问题就是 我们决定 怎么叫抵消 你在香港种不到四千多棵树 总有些地方 总有四千多棵树 你知道亚马逊森林年中 都是陰工的 其实不见很多树 或者在那里 或者是印尼 印尼非法坎伐树 很严重 你说这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我们 低塔亚洲 其中我们代理一个 就是我们很主张去做的 或者我们很大力推动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四川 刚刚有一个项目 正正就是种树 这个项目是在熊猫保育区的旁边 即是特区政府每一天都说 我说熊猫保育区 是的 因为熊猫保育区都很惨 因为它过去都很多荒废了那些树林 已经没有种到树 没有了树 而且那里是贫穷院 又经常地震 大家记得这个文川大地震 所以那个项目就特地为了一方面在那里种树 吸收一些炭 另外一方面 因为你放了些钱下去 可以帮助到那些贫穷院 那些穷人 变成了它一举己得 可以是有气候变化的好处 因为吸炭 可以扶贫 令到熊猫环境就好些 是的 熊猫环境就多些 真的这么说 我又记得 当时大家不是说不想捐一亿的 是的 那如果我不是捐一亿 我买一亿碳排放 其实都可以的 你都是种回到四川而已 一样是辅助到当地的居民 还有那个限制用途的关系呢 更安全 不止 你政治上 香港买了一亿Carbon Credit 那肯定成为大新闻 大新闻 我不捐了 我买一亿Carbon Credit 都是买回到四川 这个是很厉害的 就是奇生效应 你做完C40之后 其实应该做这些东西 而且这些 如果你真的买一亿的碳排放 是的 那个是得到联合国认可 因为做 你在立法会不让人骂 不会被人骂到派 实实 会有人骂你去的钱 是的 去到地球上 已经可以这样说了 是的 真的可以 这些真是现成有的创意 就是社会创意的东西 使得有创意 你想想一下四川大兴土木 如果四川大兴土木的时候 你将一亿的碳排放 放回到四川 其实是帮助地区 community 就是帮助当地的长远发展 你经常说长远发展 不可以只是土木工程的部分 你说四川要是一个新的生态区 所以你整个概念 其实放一亿Credit下去是很合理的 我其实当时找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自己都亲身去过 你去过吗 我去过 即不是地图上的东西 这个真的有图为证 我们亲身爬上山那里 看看那些林是怎样种 因为其实联合国认证是很严格的 只是认证都回了两年时间 找了一些专家去看 究竟那些树林是否之前 真是已经被人砍爛了 现在没有的 然后重新种过 怕你骗它 而且种的时候 很科学化计算 因为树林有一个生命 也有部分树林 隔了几年会死 或者可能会有山火 这些我们叫做 在认证过程之中 叫做一些leakage 就是遗漏的地方 你一定要算下去 你不能假设 有五千吨就五千吨 我们要减 有多少会有山火 有多少就因为 他计算下去 减完减症之后 比如剩下三千吨 所以这些是很实在的 就是计算是折旧 而且每五年 要派一队专家去验证 才能出炭讯态 他根据你山火的历史 推算出来 这个制度 联合国也是聪明的 因为你想你下一转五年之后 做得好一点 你就要加强防火意识 其实它整件事是很精密的规划 整个他们所谓的方法学 有多专家确认之后 联合派专家去实际检测 所以为什么 如果你真的说服到特区政府做呢 它又不需要 不是我说服的 后来会这样 还有我们70位honorable member 专家议员其实可以做 老实说就算你建制派泛民主派也好 大家都不伤 不止不伤 你香港是应该示范这一样东西 其实你其他省市不会敢想 甚至有些不敢 我那个省市会骚得敢 我不敢说 这些是香港可以带头 有带头做的效应 就算你建制你说一国两制 香港要走好一点的定位 其实你这些真是上海 上海也不敢那么大声 对于建制来说 你在四川 起森林 起树林 所以我觉得去到尾 就是Carbon Creature有什么好呢 就是它提供一个答案 答案本身是没有档牌的 答案就放在这里了 你不要跟我说 这个不是答案 对不对 我说知道你什么取态 答案就是在这里 你是不能不支持的 所以solution based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如果我们一般 就是我们小公司也要光顺你了 但是一般人如果没有一亿的 那他可以怎么参加你那个 Carbon Care Asia的认证定位呢 我看到有很多星星 跟着有个金色logo 说一点点吧 好啊 好啊 我们首先就集企业先 企业和个人两个层面 如果你说企业 其实我们现在就有一个 我们叫Carbon Care Label 低碳关围标签 这个标签就是专给一些企业 他如果真是想负起这个社会责任 就是帮手 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话 他可以做一个碳审计 搞清楚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有几个大企业 譬如说这个马会 他自己做一个碳审计 知道每年有多少吨 然后他就正式就有一个 定了一个策略 我们是有一个严格要求的 每年你起码要减少5%的碳触引 才可以得到认证 所以如果企业决定了这样做 就完全可以一步一步 就能帮到手了 是 另外一些其实我们遇过一些企业 虽然是一些中小企 譬如说我们一家专业做回收的公司 叫SSID 他们做回收他做得很好的 他不是单纸和收纳三个简单 他就专门收了一些纸 是帮助特别的机密文件 去保障他 说你要真的销毁 销毁 如果不是好像试过很多次 有什么医管局 什么警察 会漏出很大件事 他做这件事的同时 就会将减低那些碳排放 变成一个碳讯态 向我们买了碳讯态 然后将碳讯态送回那些公司 即是拿些纸出来回收那些公司 是几个月的时间 是复杂还是不复杂 如果有心做的 就是拿颗星星是几个事 对了 你正式做了一个碳讯计 然后我们会帮忙做了一个减碳策略 这样就可以拿到 即是国庆回归的万会 所以他申请了一颗星星 其实他们 他们应该有五颗星星 他们应该是国庆 所以应该有六颗 五星星应该是国庆 如果最高级 当然是完全抵消了 他们完全可以做到 老实说 我们根本做很多这类的活动 譬如说 未来的社企高峰会 其实过去几年社企高峰会 他们每一次会议都有很多碳排放 类似这样的活动 他们一样每年都有 就是我们协助去做碳中坊 好 当然了 非这么多外国嘉宾来 其实都是要做碳排放 其实甚至有很多商界都自己会做 有几间甚至地产公司 他们每年搞员工晚会 所以你说企业不明白 其实不是的 有些企业是很明白的 不过你说做政府 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 他是带头做这种活动 没关系 我觉得这样 有时候我们 当然政府有质量要买这110吨 炭讯碳 但如果政府不买 如果你有份去过这些国庆的 晚会的人 你就买回110吨为止 可以私人买的 可以 那些达官和那些贵人 你去捉走的时候 就个个自己买回 是不是 事实上每个人 你可以自己买回 我们很鼓励大家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即是私人 任何一个市民 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看看 其实我们有一个所谓 Carbon Calculator 帮助你计算 个人自己每年的碳排放 是多少 然后就把自己当年的碳排放 就抵消 那好吧 你的网站是什么呢 OK www.carboncareasia.com 一个字 Carboncareasia.com 一个字 所以大家 记得上这个网站看看 多谢你港德 我们下次 又想想一些新的角度 去讲一下这个炭竹人的问题 多谢你 好 多谢 谢谢